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会把现有的工程 未来规划的以及改造的 会全部制作进去 今天要做的是 现实中难以还的一部分 也是一个CSUR高架上下扎道 以及地面辅路的实力教程 我们来分成五个部分建造 第一个是地面的辅路 主线的高架桥 左侧的上下扎道 右侧的上下扎道 以及一个特殊的交叉扎道 首先把一侧的街道修建出来 然后接上地面辅路 模块随意吧 但是要宽一点 这里我先用了下10D2 下一步再用一个任意的RAMP模块 分个道出去 目的是给桥墩留一点位置 然后随意用一条路修到下一个路口 把路口升级宽扯道 这里用的是12DR 这里介绍一下地面辅路的特殊模块 这个复杂的编号不用在意 扎道是从道路中间接触的 所以左右两侧分别收了0.5个扯道 接进来的是R4P 要找到这个模块 你需要订阅M4和M5包 详情 见CSUR合集 下一步是接上左侧和右侧的路 然后留下中间的扎道接口 模块有变 左侧变成了4R5 分R3和R5P 比如左边接出去是R3 右侧是R2 所以需要使用一个R3到R2的Shift模块 反向则相反 具体操作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外面的两条路 左侧是R5P 右侧是R6 这里就需要两个模块对接 从R5P到R5P R5P到R6 制作任何类型道路的时候 首先去找出口和入口的模块 然后用任意道路连上 最后使用转换模块升级对接 用这个思路建造是最快的 现在来建造另一半的上下扎道 以及交叉扎道 修好要上高架位置的扎道口 其他接口使用之前的思路建造 继续下一步 修出高架桥的组织 主线这里用的是双向六车道 6D2 然后要在主线三车道的情况下 分出扎道二车道 在前面修建两个拓展模块 用来接上123 也就是三二 下面选择123 上面选择1234 拓宽道四车道 五车道即向右多选一个数字 向1234 上12345 分出扎道的模块 实际上宽度有五个车道 所以下面选中12345 上面选中123 4P5P 就是向右分出双车道 接下来是实际操作 在对接左侧高架扎道的时候 发现地面宽度不足以容纳这两条扎道 所以我将高架整体脱开 改造地面的模块 这里用到的是12DR7 也就是整个CSU2里面最宽的路 选择234567 双向把它调出来 上高架的扎道 需要分出2R5P 下面选择234567 上面选择234P5P7 把先前的路口升级成 3P4P5P6P 双向 也就是8DR6P 然后分出扎道 1R7 把之前的地面路拆掉 重新来找出口与入口 左边内侧蓝色接口是223 右边是3R5P 只用两个转接口 下23上3P4P 下3P4P 上3P4P5P 红色接口 则都是1R7 不需要转接 直连就行了 接下来是实际操作 2R5P2 多次调整过后 把高下桥归位 另外一边也用同样的方法升级 然后连接上仨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修最后一个交叉扎道 使用单向模块升级出接口 这里使用的是123加4P 地面接出R4P 高架接入R4P 下选择3P4P 上选择4P 把二车道转到一车道 再平滑好坡度 扎道就完成了 别忘了放上桥墩 预留好了空地 键放插针就可以了 使用FindIt搜索Middle 可以填补高架中间的分隔袋 这期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散联支持一下 下期继续讲使用CSUR修建立招的思路 拜拜